侯友宜跟侯伴 并没有那么跳出来 大举的深远马文君 你有没有发现 战斗兰赵超康是 发个大小小有没有 甚至于发个说 好像以后成立特征组 意思要查办黄鼠光 那个意思 结果马上战斗兰里面 有几个要选立委的 不想去得罪这个 等于说民众党的 相关的支持者 马上跳车 那侯友宜跟侯伴 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 大举跳车 我就深远马文君了 如果他跳出来的话 我相信他的民调 不会像这个样子 不过因为最近这几天 那么韩国瑜确实有跳出来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面 对侯友宜来讲 至少稳定一下军心 不会再往下掉 我想坦白的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反弹 跟韩国瑜有关系吗 有关系 还是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常告韩粉集团 所以最近又去递状告了不少 所以我都在注意 他们的相关的社团 所以韩粉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唯一力挺的还只有韩国瑜 但是大家都在骂朱立伦 这些人全部都在骂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说 那个副主席是韩国瑜 这边请人来跟我讲的 为了这句话 大家都在骂朱立伦 敢说韩国瑜求官 到现在其实 不想活了 到现在其实 我相信啦 即便我们不喜欢韩国瑜 但韩国瑜不至于沦落堕落到 必须去求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啦 柯文哲在昨天还继续讲 他说要以数字 要求国民党如果你不要辩论 不要民调 你要用科学办法告诉我们 会赢 一定赢 那我就接受 那么如果会造成失败的话 就应该要抛弃 我说我难听 他就跟你说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 对吧 我就跟你讲 每拖一天对柯文哲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现在呢 为什么愿意幕僚先见面 愿意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谈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不会跟你受限 不会跟柯文哲去拔 这个所谓民调决生户 不可能 因为我这样一下去的话 到时候怎么办 万一输了怎么办 万一输了 难道我国民党真的要全部都饶下去吗 让柯文哲去作证 那不可能的事嘛 你阿川兄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目前国民党遭受到 蛮大的考验冲击 甚至对国家忠诚度的一个质疑的时候 侯也还可以往上 柯文哲却往下了 柯文哲往下是不是因为 他只要离开台湾 支持度就会高一点 现在回国了又掉了 因为韩国瑜毕竟两个都见了 你们两个民党只15到20 大家认真看 就是在那边一趴两趴 变来变去 基本上就是两个已经没有差距了 那这一个蓝白要整合 他们现在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是为了11月 大家都要去登记 找理由跟找借口了 我帮他们的理由都想好了 民众党的说法是说 我们要整合 但是国民党用民调的计数问题 不愿面对自己是老三的事实 所以我们没办法整合了 人家明明老二现在 国民党会说 民众党都不谈国家政策理念 只想要分章 也不回应九二共识的大是大非 只想要分配权位 令人失望 柯文哲就是民进党的大手 那韩国瑜就说 我们在讲大江大海 你再跟我讲那个塞子 令人失望 然后侯友宜就讲一堆废话 侯友宜就跳过 因为侯友宜讲不出新的 然后选民就会说 好啦 一月份再来气宝啦 不想管你们了啦 就这样 所以现在每一个人 都在为了大家11月要去登记 11月初要公布副总统 再找理由 11月初要公布副总统 11月20几号就要登记 所以侯友要跟谁搭比较一面 柯文哲是外科医师 病人送到他前面来 就是倒掉下去最快 那金普聪呢 金普聪不是 金普聪就慢慢磨 所以金普聪有讲过 不急 不急啊 到年底再处理就好 金普聪完全都不急啊 因为金普聪打得如意算盘 到了年底 看谁民调高 选民自己会气宝 所以这样的一个整合 其实上会用各式各样的技术问题 把大家这一个 要整合的这个机会降低 也就是说11月底的这一个登记啊 我看大概不可能只有两个人登记 本集团的本集团 这一个面词 本集团的总集团 本集团的感情 本集团的最后 суд明显 今天集团的这一个 本集团的这次进行 本集团的新闻 本集团的新闻 明东集团的 Som年 !